他重新回到了茶水间 一进去赫然看到自己的马克杯被丢在了地上 里面装满了垃圾桶里的垃圾 他一下子明白了怎么回事 赤恩恩捡起地上的马克杯 沉着脸冲出了茶水间 几个作怪的人一直在偷瞄着他的反应 看他拿着脏兮兮的杯子跑出来 几个人发出了一阵怯笑 还互相交换了一个恶作剧的眼神 谁干的 他今天本来就是公司的焦点 他安静还好 不安静 其他的人马上就注意到了这一边 赤恩恩不怕他们看 他身正不怕影子邪 那些照片是假的 他凭什么怕人看 他举起杯子再一次冷冰冰地问 这是谁干的 办公室窃窃私语不断 就是没人承认 赤恩恩忘了晚间党的编导小李一眼 小李自己做贼心虚 举起手解释 恩恩姐 不是我 我只是找你要了采访谢小姐的资料而已 我什么都没有干 秦男也看出了是怎么回事了 怒气冲冲地拍桌而起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 微婷也妖娆地站起来 吹了一下自己的指甲 阴阳怪气地说 哟 什么叫做我们太欺负人了 秦男 你饭可以乱吃 话不可以乱说呀 我们这里这么多人 难道都欺负他了 再说了 他杯子怎么了吗 不就是里面有一点垃圾吗 万一是他自己 没有把杯子放好掉进垃圾桶里了呢 哼 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人家恩恩谁也没说 你和你的编导一个个地跳出来 你们不是心虚是什么 微婷啪地拍了一下桌子 严厉的脸一沉 怒吼道 秦男 你别太过分了啊 你说谁做贼心虚呢 我看 是他做了亏心事了吧 所以才会有人整他 要不然 这么多人去查水间接水 别人的杯子怎么没有脏啊 哼 自己脏 杯子也脏 绝配 你 秦男气得浑身发抖 痴恩恩脸色木然一沉 冷漠地看向微婷 本来我觉得有一些事情 是别人的个人隐私 我不打算说出去的 不过你既然把话 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也没有必要 为你的名声帮你保密了 微婷猛地回想起了 上一次 池恩恩在茶水间 抓着她背后 说小话的时候 提醒她的话 心头咯噔一跳 指尖抖了一下 池恩恩这一次 真的是被她惹怒了 没管她变换的脸色 直接说 上一次 我和男姐 因为赞助的事情 和王总一起吃过饭 我去洗手的时候 王总突然跑到女厕所 找我说 想要让她赞助 就得遵循 她赞助的规矩 还告诉我 我们电台晚间当的 某个主持人 陪她在厕所坐过 换了半年的赞助 你胡说八道什么 微婷豁然变了脸色 大声地斥责 她不知道 她这种反应 落在其他人的眼睛里面 无疑是承认了 自己就是 池恩恩说的 那一个某个主持人 池恩恩教训完她之后 没有跟她争执 冷眼扫了一圈办公室 猛地把手里的马克杯 砸在了地上 砰 马克杯砸得玻璃飞溅 整个办公层 顷刻间安静了下来 池恩恩鸣紧了嘴巴 神态冷漠威严 我知道你们看了 那些照片 我可以发誓 那些照片是假的 切 她说是假的就是假的呀 苍蝇不丁无缝的蛋 她多半啊 有问题 不然别人怎么 不做我的假照片 不做你的假照片 就做她的 就是 我也不相信是假的 人家现在是要洗白 当然要说是假的了 下面的切切丝语声不断 有一些人毫不避讳 自己的说话声 声音大的 都要传进了池恩恩的耳朵里 池恩恩就知道 有一些人会这么说 人性就是这样 宁可相信阴暗的一面 都不愿意相信美好的一面 她也懒得去解释 继续说道 你们可以不相信 有一些正义的人 也可以找我的麻烦 但是 麻烦你光明正大的找 别再玩音的 否则 别怪我不客气 我这个人什么都不大 就是胆子的 威婷应该知道 上一次王总的下场 我不怕王剑 我就不会怕你们 说着她扫了一眼 威婷和小李 没有说什么 却比说了什么都管用 毕竟 上次她把王剑 拆到马桶里 卡着打的事情 早已经不是什么 新鲜新闻了 公司里大部分的人 都知道这件事情 池恩恩说完 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办公室一阵安静 大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再看看被池恩恩 一通阶段的威婷 各自埋头 做自己的事情去了 不过 私下怎么八卦 威婷和王剑的事情 就没人管得着了 威婷脸上的粉底 都遮不住 她难看的脸色 她能够感觉到 其他人看她的眼神 是多么的赤裸裸 可是她没办法 跟池恩恩吵 因为池恩恩说的 全是事实 她的确为了拉赞助 和王剑那个老色鬼 睡了 威婷的指甲 深深地陷入了肉里 睡了就睡了 那个男人居然那么贱 把他们的事情 拿出去到处跟别人说 还讲给他们公司的人听 他眼皮秃突突突地跳跃 缓缓地坐了下来 一口银哑 几乎要咬碎了 情男就爱看他吃瘪的样子 笑咪咪地 给池恩恩发了一条消息过去 恩恩 帅 丁 池恩恩手机响了一声 他迅速地拿起手机 一看是情男的消息 他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感觉 失落 又难受 不是力北绝 他兴致缺缺地 回了情男一个表情 放下了手机 时间眨眼急事 转眼 快到了下班的时间了 池恩恩一整天 什么工作都没有心情做 他关了电脑 从包包里拿了一张纸 往洗手间走去 临近下班 洗手间里没有什么人 他走到最里面 刚关上门解决完三级 忽然外面的门锁咔嚓一声响 池恩恩脸色一变 使劲地拉了一下厕所的门 发现已经被人从外面卡住了 你们干什么 放我出去 他又拍了拍门 隐约听到外面有接水的声音 还有不止一个人的脚步声 他用力地敲打门大喊道 你们放我出去 脚步声逐渐靠近 池恩恩刚要喊 一盆冷水从上面兜头浇了下来 池恩恩猝不及防地被浇了一个正着 好